hello 大家好歡迎收看今天的節目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葵 今天我們要來做一個開箱比較測試 什麼測試呢 DJ drop the beat 沒有了 今天我們要來測試幾個效果 這幾個效果器主打的功能就是它可以讓你的音自動調降 簡單來說它有點像是可以把你的音調降的遺調夾 它是用數位效果器的方式來幫你調降音 可能有些人你在表演不同的歌的時候 你要升降Key 這就是一個很好用的工具 像是有些樂團呢 你可能有些不同Key的歌 但是你可能在算Key上面啊 樂理上面比較困難 或者是你可能就只是懶得去調整它 這種效果器就可以幫助你很快速的調到你需要的音高 那這一集的比較呢 我們當然是比較第一個它的音準準不準 第二個它在降低以後它的延遲狀態怎麼樣 第三個呢它的可用範圍到底有多大 那我們就從這三個方面來測試這幾個效果器 那今天的參賽選手是誰呢 第一個參賽選手是RAMMY的RICOCHED 這顆是我個人收藏 這顆效果器除了升降機以外它還有RAMMY的功能 算是一個非常好用的效果器 第二個Digitech的DROP 從它的外觀就可以看出來它是從RAMMY的降音功能來的 但是它的效果十分出名 也是很多音樂人愛用的降音效果器 那第三個Pitchfork 則是Electro Harmonix它推出的 我們上次在做Pico系列之後有開箱到這一顆 那它跟其它Digitech產品比較起來到底效果差在哪裡呢 我們大家可以試試看 那最後一顆是一顆調音器 讓我們確定一下我們音準準不準 好那我們就開始今天的測試吧 第一顆Digitech的RAMMY RICOCHED 那這一顆效果器我們可以看到右邊的旋鈕上面 它其實有限定它的音高它能落在哪裡 所以說它並不是說可以半音半音調降的 但是它有一個很厲害的點在於說 它可以使用聲音或降音兩種選擇 所以你不只是可以調降音它還可以調聲音 我們來聽聽看吧 好首先是完全沒有升降音的音 剛剛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是二度音 然後現在我們把它切到四度所以它沒有三度 音 五度 七度 好之後就是八度 那當然另外我們可以看到它有兩個八度跟 八度加圓音 所以我當然還是給它測試一下 一般來說 其實在使用的時候我們可能偶爾使用 那另外呢在破音下面的話 它電子聲可能就會比較少一點 因為它的動態本來就會稍微比較沒那麼明顯 好那當然最重要的呢 我們稍微來試一下它音準 現在我沒開任何效果的狀態下面 好第六顯示D的音 因為我是ShopD的吉他 那我現在開打開囉 OK我們整體可以看到 其實它的音準在降低的時候 過程裡面是基本上算是準的 就是它並沒有偏移太多 好那我們第二名選手DROP 和外表練Soft 噢音準在降低的時候 並且是炸了 過程的音準站 並且是節儉的 gere這首歌 然後用滑透的音準站 謝謝你的音準站 不斷了 我今天幫你 好多 Fred 今天 發出音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 Draft 的話 它本身就比較沒有聲音的功能 像我們的 Ricochet 它是可以聲音的 所以你要升降Key的話 其實 Ricochet 它可能是比較接近你想要的功能 但是主要它還是有它的度數的限制 好 那我們接下來來看一下 Draft 它的在Key 上面的表現 OK 我們看到其實準度上來說其實也算是非常接近 好 那我們接下來上一次我們 Pico 介紹過的 Pitchfork Pitch叉子 沒有 音叉啦 哈哈哈哈哈哈 好 我們先看一下正常的調音 我們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Pitchfork 它上面有個 Blend 所以說它是可以混合它有效果跟沒有效果的訊號 那我現在 Blend 是全部打開 就等於說它是只有效果沒有 Dry Signal 的狀態 而且它還有獨立的音量調整 在操作性上這一顆算是變化最多的一顆 好 那就像我們上次說的 當你轉一顆的時候它開始閃一下 就表示它到下一個音域囉 我不停 對不對 és一顆阿滴的 沒有階級ulty yes похож every Googlet人 對 按個讚 所以簡單來講說 其他像Digitech它的Recordiate或者是Drop 它只有在最後的時候提供Dry Signal加上你的八度音 那實際上Pitchfork它就等於說 你可以在任何的音高中間加上你的Dry Signal 讓它產生一點更像Cores的效果 那當然我們最後還是來測試一下它音準準不準 所以整體來說其實音準上面是還可以 可是像Pitchfork我覺得在使用上面 尤其我現場聽到的聲音 它其實還是稍微有一種帶有鈴聲 有點合音感的東西 就它並不是一個很單純的一個乾訊號的感覺 好那麼接下來呢我們就試試看 我們稍微降音然後使用和弦的方式 看看它會不會有一些電子雜音 就是它的聲音清晰度是不是能夠維持一樣 但是我們當然一個個測試其實滿花時間的 而且重點是就像我剛剛講 其實我們在單音的時候就聽得出來 當然越低它視頻度會越高 那基本上我們應該給它一個很合理的範圍 那我們就給它一個極限測試 我們就到四度這邊吧 謝謝你 其實很多人用這種帥武器我覺得最大需要適應的地方就是說 你聽到你的吉他上面 Acoustic 的聲音是一個原 Key 然後就聽到你音箱出來的聲音是一個降 Key 就好不能適應 這個需要一點時間去調整一下那個感覺 或者是你必須把你音箱開很大聲 好那我們來看看Drop Drop 我覺得出來音感其實跟Ricochet的聲音差蠻多的 就他們兩個出來的聲音感覺雖然是同一個品牌 然後基本上從外貌看起來都是從VAMI出來的產品 但是我覺得他出來的聲音效果其實蠻不同的 好那我們來看看Pitchfork 嘿剛剛三種比較 你覺得哪種聲音更自然呢? 在下面留言跟大家討論一下吧 雖然有時候你會聽到一些像電子濕震的事情 可是像很多時候我們使用Drop效果器的時候 都是在一些比較破音的狀況下面 尤其其實過去有很多傳統的搖滾中聽鼠樂手 會喜歡用降音的功能 可能他某首歌特別低 所以說我們搭配破音來聽聽看 那個差異有多大 好多大 好多大 Drop 好 接下來 Pitchfork 大家覺得破音上面它的四幀差別有多大呢 其實像Pitchfork我覺得它在破音上面 其實我剛剛講的合音聲就慢慢比較不明顯了 我要大概測試完了這些效果器的聲音 那當然額外我們也要有一些加分體對不對 那第一個首先RicorShift 我們可以看到RicorShift它上面的功能 它除了聲降音然後度數以外 它其實還有一個Ballistic的功能 那還有另外就是Momentary 簡單來說就是它可以踩下去再開啟 所以說它可以當作WAMMY使用 Ballistic它有內圈跟外圈 那就是下去跟上來的速度 它是可以分開調整的 如果你覺得WAMMY是一顆太重的效果器的話 欸這一顆就可以使用 那相對來說Drop它的功能就很純粹 它會給你一個Momentary功能 讓你知道什麼時候你需要降下去 Pitchfork可能是在這幾個裡面 欸效果最接近可以去做一些Modulation效果的 像是如果我們把Blend的置中 那Swift它其實也是可以調整它上下速度 可是它跟RicorShift比起來 它就只能同時上跟下的速度 在一個旋鈕上面調整 這樣自由度稍微比較受限 但是它可以做一些比較Chorus的效果 可以說說如果你平常沒有那麼需要大量的使用 欸升降音效果器然後你需要一個Chorus 又懶得買的話 欸二合一就這一顆啦 我可以講講我在這邊使用的心得 那第一個RicorShift WAMMY它算是在音高上面限制上比較多 但是它的功能它可以當作一個很輕便攜帶的WAMMY效果 如果你對WAMMY沒有那麼強制 一定要每一下那個速度控制都要很精準的話 其實這一顆效果器可以很輕鬆的當作 你的WAMMY效果器跟降音效果器 那雖然它的音高上面有一些限制 但是我認為這顆效果器 它主要的功能還是WAMMY為主 然後Drop這個功能為輔 第二顆Drop效果器呢 它就是給你更高的自由度去控制它的升降音 但是整體上來說它的功能也算是最單純的 不過另外特別要講的事情它有浮邊壓器 ESX它的Pico系列都有浮邊壓器喔 那這一顆效果器呢 它算是變化最多端 任何的Key上面你都可以做Dry跟Wat兩個信號的混合 所以說它可以更接近做一個Modulation效果器 甚至是一些更不協調的聲音 那整體的反應速度上面 我覺得Electro Harmonix在Clean Tone的時候 它的彈下去的延遲感稍微比別的顆多一點點 但是我覺得這目前還並不影響到我的彈奏 那Drop的反應速度最快 可是出乎意料我覺得Drop跟Ricorcear 它出來的聲音感覺蠻不相同的 所以大家可以從剛剛的測試去聽聽看 你比較喜歡哪一種聲音 以及你要考慮的是 你是在破音的時候用比較多呢 還是在Clean Tone的時候用比較多 希望今天這集的節目有幫助到大家做這個選擇 如果大家對Digitech與Electro Harmonix效果器有興趣的話 也別忘記上月獸巢的YSO貓耳頭 月獸巢我們下次見 Bye